在杭州石桥路一家综合楼的五楼 记者找到了这家集越动能健身门店 大门上贴着一张春节放假及停课通知 其中提到1月13号到2月27号闭馆 2月28号起正常恢复营业 小孙告诉记者 健身房的实际闭馆时间比通知上的还要早 就1月11号就关店了 教练怎么说呢 这样就说就以后也不开了 就基本上我认识的教练都辞了 小孙姑娘说 2018年经营这个场地的是美士宝健身门店 当时她办了会员卡 还买了2万多块钱私教课 到了去年9月 健身房的招牌换成了集越动能健身 不过工作人员表示 没上完的1万多块钱私教课 可以继续消费 她认的 她就是直接把我以前旧的那个健身卡换成了新的 也交了2万多 就是去年9月来实验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考的又教练表情 因为确实瘦下来了嘛 然后那个之前的课也剩不了几节了 就想着就买一些课 从去年9月到11月 小孙说 她把前一家健身房没上完的私教课 基本上上完了 但这段时间里 她换了三个教练 体重也没有明显下降 就提出要退掉后来购买的2万多块钱私教课 但跟店长一直协商到上个月月底 问题都没有解决 小孙告诉记者 这家集越动能健身门店 元旦放了三天假 这才过了一周 1月11号就又关门了 她现在担心门店是不是后面都不开了 自己的退费问题该怎么解决 记者联系上门店负责人王总 但问题是他们1月4号才刚刚放假 说什么门口有通知 我们也没有收到的 什么说什么 那你们会员有没有收到过教练的电话 或者微信 没有 门店负责人也坦言 由于运营状态不太好 门店确实拖欠了健身教练的部分工资 这件事情他会想办法解决 至于小孙退款的事 像他这种情况 我可能要找那个 我们后期店里营业来 找这个店长核对一下 他是什么原因要退款 那在他们家买课 他们总得退我吧 对吧 而且我一节课都没有用过 但小孙表示 他不太相信门店负责人的说法 目前小孙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了情况 有报 黄剑 记住报道